兩個加種喔 是兩個加種喔 對 是兩個加在一塊兒 只有食物的重量喔 小慧其實要秤重喔 好難猜喔 好難猜喔 混淆滿滿的 鳳梨好甜 很甜喔 小慧妳有什麼策略 沒有 在樹裡面算 對不對 我很少吉他 小慧吃完之後 站起來以後就知道有多重 對… Alan妳有什麼策略沒有 妳有什麼策略沒有 妳先算有幾隻蝦 然後抓準一點 我想說是800嘛 如果把東西吃它 如果回甜的話 會不會對於就一顆鳳梨呢 會不會對於就… 一顆鳳梨就是1600 對… 因為它是夥伴的 他們都有數學的這個技巧 因為他們會邊吃邊拆解這個食物 很厲害… 滿厲害的 還有算這個體積大小 用什麼方公式 這個很厲害 4分40秒 待會如果有人猜一樣的重量的話 我們就是看 誰先吃完 對 誰先吃完 看他們是都會覺得好食 就不只餓了 對啊 他們不是我都會想吃完 還想 小慧妳才覺得那個鳳梨 鳳梨三大飯的重量大量多少 妳猜 我覺得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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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裝的重量差不多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吃完之後其實 煉熔物沒有到很多 但又有飯又有粥邊 我覺得它加重量應該不到 800可以餓 要扣掉一些重量 所以我這樣也是抓在 1300 1400 應該大概 300 500克之間 最多應該800加500 大概1300 1300 OK 我大概知道了 小花是第二盤囉 所以第二盤菜就不要問了 不然我覺得有人會被感染 第二盤的海鮮糖咖哩 糖咖哩 它就沒有鳳梨了 應該是沒有那麼的重了 它有咖哩魚了 我心裡面有底了 對啊 妳有底了 小花是大家是一口的 太厲害了 太強了妳 加油 它真的是很厲害 很會提 小花已經把所有的料理都吃到 只剩下一隻魚了 一隻魚它一口蹲下去了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阿妹也要吃第二盤 第二盤了 小花已經剩下了駝飯了 咖哩 十三半盞 小花只剩下兩片葉子了 艾倫在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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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倫剛剛吃了什麼 剛剛吃了什麼 小花已經把吃飯了 小花吃完了 太厲害了 她真的可以吃 太厲害了 她們兩個差不多要吃完了 好艾倫在寫上 她的答案了 好 艾倫 十九分四十秒完食 好厲害 好 給艾倫一點時間好了 可以來好好想想 剛剛吃了這兩道料理 總共的重量是多少 好 OK 好的 我們把我們的答案點亮出來 一 二 三 請下班 好的 我們先看我們的艾倫 艾倫是 一 七 六 零 就是一 七 六 公斤 對 然後我們的艾倫是 一 八 八 八 好近喔 一 八 八 八公斤 對 為什麼是一 八 八 八 OK 小花是 一 七 五 零 好近喔 好近喔 小花是最低的 然後再最高的是我們的艾倫 好不好 好 到底鳳梨的重量是多少 好 1.07 1.07 這個鳥巢家裡飯是多少呢 開了什麼啊 你不敢開了 你開了 好 我聊 我開了 1 2 3 0.47公斤 一共是1.54公斤 就是1 5 4 0 恭喜 小葳 小葳 我們要第一個吃完 小葳 小葳寫1750 然後你寫1760 差10公克而已耶 沒錯 好可怕喔 天啊 小葳是第一個吃完的生產 小葳翻身了